看《唐人街探案3》之前,千万别错过剧版《唐人街探案2020》。 如果说《白夜追凶》开启了大陆首部最具有美剧形式的《悬疑锦菲剧》, 那么陈思成的剧版《唐人街探案2020》则开启了大陆首部具有漫威宇宙潜力的《唐碳宇宙》。 该剧由电影版原版人马打造,陈思成担任总编剧和监制,故事背景依然是选择在了漫谷《唐人街》, 与电影版第一部的所在地相同,包括萧央饰演的昆泰和搞怪的《泰国警长》也都有处境, 而王宝强饰演的唐人和尚宇贤饰演的KIKO均有客串出演。 而在第二个故事《玫瑰》的名字,其实是发生在曼陀罗之舞之前,主要讲述主角林默与玫瑰的身世。 太强眼,整体人设和表演都是大boss级别的,他就是一朵带刺的玫瑰, 他用他所描述的身世打动了一个思维缜密,不曾轻易动感情的林默。 至少在最后一刻之前,林默都是相信他,并想尽办法也要保护他的安全。 直到被笑脸道破,他才后知后觉发现原来他也只是玫瑰的棋子, 他可能从头到尾都在被他牵着走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